你敢相信吗 这个看起来像棍子一样的东西 竟然是一把二战时期的 德国毛色98k刺刀 玩过吃鸡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98k是二战时期 德军士兵的制式装备 从1935年开始一直到二战结束 他几乎见证了 德军所参与过的所有战役 而视频里的这把刀身埋地下 至今已经有78年之久 他的品项已经不能用差来形容了 简直是超级无敌屌炸天的差 本期的修复大神 就是来自美国的战哥 他首先要想办法 将这个刺刀拔出来 他用锤子在上面轻轻敲打了三下 结果掉下来的铁锈和泥垢 至少都有两三斤 而当他敲到第六下的时候 整个刀鞘甚至都直接烂掉了 由于担心伤害到里面的刀身 所以战哥只能一边轻轻敲击 一边来回拉扯 就这样一直忙活了半个小时后 他才终于将刺刀拔了出来 就凭表面上这一层厚厚的包胶 他的魔法伤害绝对爆表 一刀下去肯定破伤风 两刀的话那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再看这个刀鞘 他的外壳已经烂成了扎 但好在里面的鸦片弹簧还是好的 还有修复的价值 而且在战哥的收藏里 他刚好有一个同款刺刀的刀鞘 这可真的是太巧了 不过这个刀鞘的品项也不算特别好 所以战哥要先对他进行修复 他取出一个玻璃缸 将刀鞘放了进去 一看这个操作就知道他要进行化学除锈了 不过他所使用的除锈剂是他自己现场配置的 倒入一些柠檬酸粉末 再加入一定比例的热水 等它完全融化后再倒进玻璃缸里 可以看到这个除锈反应还是非常迅速的 只需要浸泡几个小时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除锈效果 而趁着等待的时间 战哥先回头处理这个鸦片弹簧 可以看到上面还有一节原来的刀鞘残片 战哥通过热处理的方式将它拆了下来 弹簧上的秀迹一看就是沉淀了几十年的老包浆 要想快速除锈那就只能进行喷杀了 等喷杀完成后战哥就给弹簧涂上了一层发蓝处理液 防止它生锈 弹簧鸦片是装在刀鞘内部的 所以战哥并没有对上面的缺口进行修复 只要确保它功能正常就可以了 此时另一边的刀鞘也已经浸泡完成 战哥把它取出来 再用钢丝轮进行打磨 可以看到上面的秀迹已经被清除得很干净了 接着战哥给它涂上了一层灰色的汗料膏 就如同刮逆子一样 将上面细小的坑洞先填补起来 汗料膏的主要成分是锡 经过加热后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修复效果 不过剩下的这些大缺口汗料膏也修复不了 战哥只能手动进行汗补 只见他左手拿烙铁 右手拿锡条 然后一点一点地进行修补 接着他把刀鞘套在一个木质刺刀上 将凹陷的位置矫正好 之后再继续修补这些坑洞 等焊补完成后再用错刀将焊剂修理平整 之后再来看 这个刀鞘真的是非常漂亮 接着准备一坨原子灰和固化剂 等搅拌均匀后再涂抹在刀鞘上 因为刀鞘表面的坑洼比较多 所以战哥给它涂得很厚 之后再用砂纸将它打磨光滑 而为了让它看起来更有档次 战哥还在上面留下了几道纹路 接着再给它喷上一层哑光黑的油漆 将鸦片弹簧装进去 拧紧上面的螺丝 再配上一个定制的皮革套 这个刀鞘就修复完成了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这个修复效果真的是太哇塞了呀 接下来要修复这个刺刀的部分 首先要拆掉手柄上的两片木质把手 给它喷上一点WD40 清除掉上面的污渍 不过战哥发现它们都是通过锚钉进行固定的 所以他只能将锚钉打掉 再用圆头钻将它们敲开 可以看到这个木质把手其实只占据了手柄的前半部分 它的后半部分和刺刀是同一个整体 是一体成型的 上面还有自带的卡扣 方便安装在98k上 不过这把刺刀生锈太严重 现在已经看不到卡扣的痕迹了 接着战哥给两片把手喷了一点WD40 用毛刷擦拭干净 再用砂纸打磨掉表面的锈剂和毛刺 用布轮进行一次抛光就可以了 这个凸起的部分就是手柄上的弹簧卡扣 战哥想通过热处理的方式把它拆掉 可结果它一点反应都没有 所以战哥只好同样用台钻将它拔掉 取下上面的铁块 取出弹簧 再敲出另一边的铁块 剩下的就是刺刀一体成型的部分 按照国际惯例 第一步还是先给它进行喷杀除锈 现在这把刺刀就变得非常干净了 但它看起来显得有些瘦小 而且上面还有很多明显的缺口 于是战哥先用亚胡焊对它进行修补 一方面是为了把缺口修补起来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边角加宽 不过这个过程需要反复操作很多次 先焊接 再打磨 再焊接 再打磨 直到它最后变成视频里的这种样子 战哥现在打磨的这个位置就是刺刀上的凹槽 由于它的功能太过凶残 我在这里不方便介绍的太多 如果有懂行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里做一些补充说明 接着再用同样的手法将手柄的位置修补起来 用错刀打磨平整 之后再用布轮进行抛光 眼尖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到了 在刀身上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坑挖 这其实和战哥的修复风格有关系 他想要的是尽量保留这些老物件的原貌 而不是把它们修复成另一件全新的东西 有的人在意修旧如旧 保留原貌 而有的人则更在意修复后的样貌和功能 一定要达到最好的状态 接着战哥也给刺刀涂上了发蓝处理液 等他晾干后这个刀身部分就修复完成了 原来的小螺丝和弹簧已经无法使用 所以战哥直接都换成了新的 等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组装了 先将两块木质把手安装在手柄上 把上面的螺丝拧紧 再将尾部的弹簧卡扣安装到位 最后把刺刀插进准备好的刀鞘里 这把二战时期的德国茅色98k刺刀就修复完成了 再对比一下修复前后的样子 大家觉得这个修复效果怎么样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给战哥点个赞哦 你敢相信吗 这个看起来像棍子一样的东西 竟然不是棍子 而是一把二战时期的德国茅色98k刺刀 相信玩过吃鸡的朋友都知道 98k是二战时期德军的制式装备 他几乎见证了德军所参与的所有著名战役 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 而视频里的这根棍子就是98k最好的搭档 98k刺刀 不过这把刀已经深埋地下70多年 到现在就只剩下九成心了 而本期的修复大神就是特别喜欢修复刀具的天哥 他刚才已经尝试过 发现刀身和刀鞘之间已经完全锈死 所以他必须想办法把刀给拔出来 先用工具将刀鞘上的包浆都清理掉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这些刮下来的泥土至少有三斤吧 接着天哥再用钢丝刷对刺刀进行一次深度清理 这是为了将上面的污渍彻底擦干净 整理一个基本的工作面出来 之后他又取出一瓶WD40 将它喷在刀身与刀鞘的连接处 除锈剂可以让锈死的位置变得松动 这样天哥就可以用锤子将它们分开了 刺刀上的木质把手并没有修复的价值 所以取下来后就可以直接扔掉 现在拆解工作已经完成 那接下来就可以开始除锈了 天哥这里选择的是电解除锈法 他将刺刀放在箱子里 往里面加入两桶清水 再加入一定量的氢氧化那搅拌均匀 这样它们就变成了一箱电解盐 那接下来的操作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往里面放入一块铁片 用电源的正极连接铁片 复极连接刺刀 之后再启动电源 等待它们发生反应就可以了 就这样过了36个小时后 除锈反应已经完成 那接下来就可以对刺刀进行清洗了 因为这一次反应的时间比较长 电解法能起到很好的除锈效果 所以这里天哥只是用牙刷轻轻擦拭了几下 这把刺刀看起来就已经是非常干净了 但因为它经过了70多年的锈饰 所以有些部位的连接键已经完全锈死 比如这两颗毛钉 天哥选择了用电钻将它们直接打掉 在比如尾部的固定卡槽里还有很多袖子 需要喷上除锈剂才能把它们敲出来 而最难处理的就是这个卡榫了 他原本是将刺刀固定在步枪上的卡扣 但现在已经和刺刀融为一体了 天哥先用喷枪对它进行加热 希望能通过热处理的方式将它取下来 可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 于是天哥也不再客气 直接选择了用电钻对其进行暴力拆卸 他先在卡榫的罗帽上打两个孔 然后就用钳子将罗帽给取了下来 而等到罗帽和卡榫分离后 他又用工具将卡榫从另一头给顶了出去 接着他把卡榫固定在虎前上 用钢丝刷给它打磨除锈 因为它的品箱看起来还不错 所以只要修复一下就可以继续使用 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这个刀鞘 在刀鞘的前端有一个弹簧鸦片卡住 天哥只能用圆头钻将它顶出来 现在天哥拿过来的这是一个全新的工具 长杆黄铜刷 只要将它固定在手垫上 就可以用它对刀鞘的内部进行打磨了 因为之前已经做过电解除锈 所以这里处理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由于锈势严重 刀鞘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坑洞 而要想把这些坑洞修好 天哥需要分两步来进行操作 第一步先找来一根含银量为45%的焊条 配合喷枪对有破损的地方进行预焊 这是为了提高破损处的强度 尽最大程度保护焊缝 等把缺口都不好之后 第二步就是用锡焊条进行全面补焊了 这可以提升整个刀鞘的厚度 方便后面进行打磨规整 接着天哥取出角磨机 先将刀鞘上多余的焊料打磨掉 让它的表面恢复平整 之后再取出几张细砂纸对它进行细磨 这是为了让它的表面变得光滑 以便给它重新喷漆上色 还是老规矩 第一遍天哥是给刀鞘 喷了一层水泥灰的酸性石刻底漆 它可以提高面漆的附着能力 第二遍就该喷颜色漆了 这里天哥选择的是一款 教训猛龙的双组分聚安止涂层 具有防潮 防腐 防氧化等多种保护能力 非常适合用在枪支和刀鞘这一类的弓箭上 只见天哥按照固定的比例 将涂层和固化剂混合在一起 之后把它们装在喷枪里 再均匀的喷涂在刀鞘表面就可以了 刀鞘已经修复完成 那接下来就轮到刀身了 天哥用自己3.0的眼睛一看 发现刺刀前端已经发生了变形 于是他将刺刀放在液压机上进行了矫正 但让我比较好奇的是 不经过热处理就进行矫正 这难道不会影响刺刀的强度和韧性吗 另外眼尖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 这把刺刀看起来比一般的刺刀要窄一些 大约少了有2毫米的样子 所以天哥还需要将缺湿的部分修补起来 而修补的方式也很简单粗暴 直接用亚弧汗进行堆汗就可以了 不过堆汗的部分看起来非常粗糙 所以接下来需要用角磨机将多余的焊剂清除掉 再用错刀将表面打磨光滑 用指尺测量初刺刀的标准宽度 在上面做好记号 之后就可以用砂纸打磨它的边缘轮廓 从这里可以看到 在刀背上还有一道明显的凹槽 大家知道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还请在评论区里告知一下 接着天哥给刺刀喷上一层防锈润滑剂 然后用水砂纸继续进行打磨 这是为了让它的表面变得光滑平整 刺刀的顶端需要打磨成尖刺的形状 所以天哥先用流标卡尺给它测量尺寸 然后用错刀和砂纸对边缘的地方进行了修整 刺刀原来的木质把手已经腐烂 不具备修复的价值 所以这里天哥直接使用超能力买了一套新的 他把卡榫安装在手柄上 将垫幕贴片放上去 再拧紧固定的螺丝就可以了 尾部的圆形卡榫里原来的弹簧已经不见了 天哥也是直接买了一个新的 他先把弹簧放好 再拧紧上面的螺帽 之后再进行演示 那这个卡榫的作用看起来就比较直观了 最后天哥在部轮上涂一层钻石抛光辣 对刺刀进行整体的抛光提亮 那么这一把二战时期的98k刺刀就算是修复完成了 对比一下前后的样子 这个修复效果也太炸裂了吧 那么最后问题来了 这么漂亮的刺刀如果一把卖200块你觉得贵吗 请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答案 你知道修复大神的动手能力到底有多强吗 你知道怎么才能将一把破伤风之刃 变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呢 视频里的这个东西乍一看还以为是个十字架 但其实它是一把来自一百多年前的破伤风匕首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修复大神小马哥是怎么将它修复成一件艺术品的 第一步当然是要将它表面的袖剂清除掉 只见小马哥先取出自己的牙刷 对它反复进行擦拭 按照小马哥的说法 这把匕首是由一位粉丝寄过来的 据说它曾经是意大利阿尔迪迪赶死队的标配武器 这就是阿尔迪迪赶死队最标准的装扮 而这个十字架指的就是视频里的这把战号匕首了 等秀极初步清理完成 接下来就需要将刀身和把手分离开 它们之间原本是通过锚钉进行固定的 但现在锚钉已经秀死 所以小马哥只能用手电膜将它打掉 然后再用源头钻将刀身部分给顶出来 这就是它们分离之后的样子 可以看到表面的秀势非常严重 所以接下来小马哥要用喷砂工艺来给它们除锈 等喷砂完之后 这把刀现在看起来非常干净 但与此同时它表面的缺口也一并暴露了出来 所以接下来小马哥需要对它们进行修补 首先是手柄部分 由于锈势严重 原来的手柄已经无法满足要求 需要换一个新的 于是小马哥切割了一节钢棒放在车床上 先将汽车销为直径为6毫米的尺寸 等车销完之后再用板牙给它套丝 不过这些锣纹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固定罗帽 而是为了方便下一步的断打 只见小马哥先将钢棒放到锻造炉里加热至铜火 之后就把它放到了仰角针上进行断打 现在钢棒已经变成和手柄基本相同的形状 于是小马哥赶紧用切割机将原来的手柄裁掉 并将新制作的手柄焊接了上去 小马哥这里使用的工艺是MIG焊 学名叫融化及惰性气体保护焊 应该是属于亚胡焊的一种 有没有专业的朋友来帮忙判断一下 我这个说法是否有问题呢 等焊接完之后 再用手电膜清理掉多余的焊料 那这个新的手柄就算是制作完成了 那接下来要修补的就是刀尖上的缺口 这一次小马哥使用的则是TIG焊 学名叫非融化及惰性气体保护焊 与MIG相比 TIG可以更加精准地控制焊接点 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局部小范围的修补工作 等修补完之后 同样需要将多余的焊料打磨干净 而等它做完这一步 缺口的修补工作就算是做完了 但经过修补后刀身的强度和硬度已经大不如前 所以接下来小马哥还需要对它进行一次脆火处理 先把它放到电炉里进行加热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持续20分钟 而趁着等待的时间 小马哥又在旁边准备了一个桶 再往里面倒入一桶亚麻子油 相信熟悉的朋友一看就知道 它这是要进行油脆 因为油脆的过程比较温和 可以大大减少弓箭的变形和裂纹 只见小马哥用火枪将油液加热至80度 这可以避免刀身的温度下降太过激烈 之后再等待刀身加热至800度 小马哥就将它放进了油液里进行冷却 这就是刀身脆火之后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非常坚硬 那接下来就该处理它的表面了 小马哥先用砂纸对它进行打磨 以便清除掉加热后所形成的氧化痕迹 之后它再将工作台翻转过来 露出另一面的砂轮机 用它来给刀身进行开刃处理 看完这个操作后我不得不承认 小马哥的这一套设备是真的很让人眼馋啊 刀身处理完成 接下来就该处理这个把手了 按照国际惯例 首先需要用喷砂工艺将它表面残余的锈剂清除掉 不过让我比较好奇的是 这个把手的锈剂为什么是绿色的呢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还请帮忙解答一下 喷砂会在弓箭表面留下一层淡淡的磨砂纹目 再搭配这个黄铜的颜色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有质感 不过其中的一个护手上还有一个缺口 所以小马哥同样需要将它填补起来 只见小马哥先用钢丝绒清理掉表面的毛刺 再用手电膜将缺口的内部打磨平整 用风枪将碎屑都清理干净 之后就可以开始汗补了 小马哥这里选择的是吸汗 他先用喷枪对护手进行预热 再给吸条占上住汗剂 对缺口的位置进行修补 之后再用挫刀将多余的汗料打磨掉 让它尽可能和原来的护手融为一体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这个修补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刀身和把手都已经修复好 小马哥赶紧将它们组装了起来 接着用百节布将把手打磨光滑 再用手电膜对局部的位置进行抛光提亮 这是为了让它看起来更加的精致与美观 最后 用喷枪对刀身的顶端进行加热 再用锤子将顶部敲平 实现锚钉连接的效果 那么这把来自一战时期的十字架匕首 就算是修复完成了 从一把破伤风之刃 变成一件金光闪闪的艺术品 这个修复效果简直太哇塞了吧 那么最后问题来了 这样的一把十字架匕首 如果卖两百块你觉得贵吗 请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答案